我們人可以決定要怎麼來 使用自己的身體 可以選到有尊嚴的希望嗎 最近是一定有這麼多討論 南米酒的秘魯 頭一個發言許可 可以安禄氏的心理學家 安娜李懿已經過世了 接到四十七歲 最近法國的國會 也將對安禄氏學法的法案 來進行辯論 日空這幾年七月 滴到秘魯 最後發言在庭 雖然有尊嚴是沒有心理學家 安娜艾斯特拉達 聽完四名最後不夠兩年時間 第一次一貴新 正年四十七歲 這歡迎破國關西勝手後 安娜那時在北城頂管後有多次 尊重她的決定 安娜得到就發生機嫌 是一種趁環金肉為主的自體 不用擁有上一次 會造成金肉無難 或是是痛痛 三十多年來一直到白魔地道 一直到遺傳心白天堂 好好吸氣衛生 最後連遺傳的金肉都開始無難 所以只空一六年 向米露最後發言 提出有尊嚴死亡的冠死 最後得到勝手 雖然這樣 未如目前一萬金子安娜市 在美洲很多東西 添出到國家 目前只有哥倫比亞、歐瓜多 及古巴我們曾有調查安娜市 另外後七位 法國國會一時開始對安娜市的 合法開始進行辯論 法國政府四位上旬 提出和我們曾有萬機感情 許是其他不得知情的信念黨 最低名猶物 由法國國民去安娜市 合法的國家 尊嚴協助安娜越來越多 法國總統馬克宏 也早就行了通過立法來解決 今年四十三回 法國民眾立地 先天半身麻痹 加上上案就不適應 加兩國嚴重的上海 今年一月底 可以停去比利時尊嚴案落死 法國衛生部長沃特林表示 七五五十八歲 而且是法國國民 其實是到底法國管轄 加上新政策 醫療專家政務院 地區地面有不進行 愛生確診 管轄是有監獄 而且沒有辦法抵抗一半 在作息沒有辦法飲燒 而且沒有辦法治療 而退堂 而且主管申求地面有不 發言安勝五個進行標關 日空一兩年 發告一行法律規定 已經可以在任何北人 貴心進行 回報期進行 不過沒有穩存 協助阻塞 這次案落死 雖然葡萄牙和美國的幾個州 都穩存協助阻塞 目前在地點條件之下 案落死 只有在荷蘭西班牙 加南台歐洲 比利時和路信部是合法的 恭喜新聞經營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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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